你知道吗?从8月起,新西兰人在家DIY,30平方米以下的单层独立建筑可以不用审批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能在后院新建个奶奶房来收住呢? 先别急,让我们看看这次得到豁免的建筑有哪些。 首先,是不超过30平米的单层独立式建筑,例如Slippel小屋。 还有,不超过40平方米的车棚,露台而走廊,以及户外火炉等等。 全的工作都必须要跟建筑的建筑,和所有的政筑都要跟建筑的建筑。 露免减化了流程,减轻了议会的审批压力。 不过最直观的好处,当然是给业主省钱了。 那些余的钱,我们可以在家里的睡省,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公司设计费用不同,加上政府审批费用,露免能为业主省去大概几千到一万不等的费用。 虽然说是不用报批,但施工还是要遵守Building Code等相关规定。 虽然现在新的规定图纸可以豁免报批,但是在设计以及施工工程中还需要新西兰注册的工程师以及设计师设计以及监理。 包括在后期如果需要通水通电的话,一样需要本地注册的电工水工来进行施工,否则的话没办法达到这个新的规定的要求。 而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业主们,是否可以在后院免审批新建套间,用于出租或者自住呢? 现在这个新的豁免的方式呢,也不是鼓励大家去做Greenly Flat,因为本身大家理解的这个奶奶房Greenly Flat呢,是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小厨房,但是呢,这个30平方的房子呢,只能允许大家做这种Sleep Out。 最主要区别跟Greenly Flat的区别就是说通水通电可以,但是没办法有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厨房,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建议也不鼓励大家出租的。 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规矩不成方圆,缺乏监管肯定会出插座。 陆水房问题已经是一个前车之鉴了。 而且,目前建筑及工程部仍然没有公布具体的实施细则。 比如过往的CCC是与Building Concern挂钩的,现在豁免之后怎么处理? 还是未知之处?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各位又怎么看呢?